但在日本 中国以及燕尼等国的权力阻挡跟游说下 这个案子遭到大会封杀 另外一种也被保育团体希望诉诸国际禁令的 则是大西洋黑尾鱼的交易 根据统计 大西洋东岸跟地中海的黑尾鱼 因为过分滥捕 数量已经骤减了75% 其中有八成的黑尾鱼都进口到日本 因此在今年三月的联合国濒临绝种动食物大会上 摩纳哥就提出要禁止大西洋黑尾鱼的交易 不过这项提案最后并没有成功 虽然让日本政府松了一口气 但却是对保育工作又一次的打击 曾宏上次你们也公布了这种捕捞鱼 那个鲨鱼然后砍掉鱼翅 然后再把鲨鱼丢到海里那种残忍血腥的画面 整个捕捞的作业的过程是怎么样 想想看一般所谓的原神钓的这个鱼船 它主要的鱼获的目标是鲑鱼 是高经济价值的 那么它出去远洋捞到这些或者是物捕 或者它直接捞回来的这个鲨鱼 通常对它而言整只带回来是不值得的 所以它就要把它割掉 因为它要节省它的空间 那这样的情况下当然这些鱼割的时候 当然还是活的 丢下去当然很快就死掉了 所以这个取得的过程 当然对鱼而言 如果你不从就算就是说是一个从动物 我们讲动物福利的角度来看 鱼会不会很痛苦的死亡 这是一个不是说你忙 还是忙让它会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甚至鲨鱼丢下去 其他鲨鱼可能会追杀它咬它等等 所以取得过程当然是非常不容易 但重点就是说其实是太多了 因为我们只取它的一小部分而已 那其他部分几乎都是浪费掉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浪费的食物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几个数字 大家以为鲨鱼好像受到电影的影响 都是对人类不好的 可是这维持整个生物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物种 我们来看看鲨鱼跟鱼翅之间的关系 鲨鱼目前的整个存量呢 目前还有111种呢 生存是受到威胁的 其中已经有25种是濒临绝种 50年内呢 整个数量少了90%以上 大幅减少 如果大家再继续吃一次下去 不用几年 也不用到30几年后 大概几年后 我们就看不到鲨鱼了 就根本你想吃也没得吃了 捕鱼量呢 全球在06年的时候呢 总共捕鲨了3800万条 总计170万吨 台湾一年沿海就有5394公吨 进口量 我们05年到09年呢 总共进口了2000万只鲨鱼 今天要怕死人 吃海豹油还是台湾第四名 吃鲨鱼的鱼翅 台湾也算数一数二 为什么台湾的需求总是那么大 而这个需求也不是什么光明的需求 总是在国际声望上 都会被骂得很惨 主要的进口来源 当然是来自于香港跟中国等地方 食用量 一年我们吃了大概 4000万到7000万尾的这个鱼鳍 用在鱼翅根里面 奇怪台湾人都吃得起鱼翅了 国际现在呢 包括金鲨跟老鲨呢 通通都是保育率 通通都禁止捕捞 而且不能出口 然后宰杀过程 刚刚我们也谈到 就把那个鱼翅 鱼翅割掉之后 就给他丢到海里面 他当然死 可是死的是非常非常痛苦 但是我在请教 鱼翅的问题其实讨论很久 其实在台湾政治人物 比较有道德观的政治人物 都会避免在重要宴会上 出现鱼翅这道菜 可是为什么在宣导那么久的过程 大家对鱼翅的这种渴望跟需求 还是无法改变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 就是说这是一个也是一个产业 那这个产业就是有两种很大的需求 一种是在婚宴这一种 那婚宴这一种大家就要面子 可是其实这个面子也是虚的 其实我说大家可能会想说 因为你是在环保团里工作 所以你的婚礼不用这个鱼翅没有关系 可是我那时候我在金融业 你在金融业 我在金融业 可是大家觉得是很那种 很有钱的这个行业 可是我在那个行业工作我办了婚礼 我没有用于次 没有人有意见 大家记得的是我那次办婚礼是在户外办 办的很好玩 没有人想说你的婚礼没有于次 就是说我们都一直把把一个事情要做好 我们都想说别人怎么做 我们就跟着怎么做就好了 那没有想说其实是有很多替代的可能性 那其实很多像我那时候在跟饭店交涉菜单的时候 他也是他就套装反正一定是多少 你不要拿掉我也不会给你省钱 他想说不会省钱那我就继续用好了 所以其实是整个我们的整个经济的形态 其实要去做一些改变 那才有可能去真的去改这个 这个要改变其实也是消费者要 你要我觉得大家不要怕说 好像没面子或是你给这个饭店出了古怪的主意 大家会觉得你是怪人 其实这些东西一点一滴 我觉得你去改变也是对地球一个帮助 那我相信越来越多人有这个意识 那我相信你看到当你 你坐在电脑前面收到朋友寄来那种 砍掉鱼翅的鱼翅的这个鲨鱼的这个画面 或是其实在这一次这个新闻海报有的事件之前 就已经很多人转寄那种海报被打死的相片 那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个东西会难过的时候 你跟你的朋友说我的宴会没有鱼翅 我相信大多数都是可以接受的 就这个需求真的是被创造出来 而且是非常虚幻 我觉得有一个论述很简单 就是说大家来参加我的婚宴是要分享我的喜悦 分享我的快乐 不是要一起来造孽 就是说你吃这个你其实就是在造孽 可是我会想说鱼翅是在说不说多好吃 你吃到很多都是假的鱼翅 冬粉 鱼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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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翅的就假鱼翅 还整个要死 到底吃鱼翅要干什么 很多人说鱼翅有丰富的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可能很多做鱼翅 还是说那个比较爱美的男朋友 他说这可以养颜美容 美白 我们来看看鱼翅当然有胶原蛋白 这个这个绝对是胶原蛋白呢 也许可以所谓的滋养柔肤 也好像也可以防心血管疾病 不过这个好像也没有被大幅证实 可是就算你要得到胶原蛋白 你去吃鱼翅吃肉肉翅吃胶原蛋白粉 或者是吃鸡脚翅搞不好也都有 其实胶原蛋白 它里面最主要是它里有个氨基酸 但是那个氨基酸不禁得在鱼翅里面 一定要从鱼翅来 事实上有两个东西 是含有很多类似胶原蛋白的成分 一个叫鲜奶 一个叫优落乳 这两个完全不杀生 它里面的成分 它事实上跟所谓的鱼翅成分都一样 所以其实很多人爱美要吃鱼翅 我是觉得不见得 因为你吃完鱼翅之后 你可能把拱一起吃进去了 所以很可能皮肤也会变差 倒不如你喝鲜奶好了 因为鲜奶跟优落乳 两个皮肤都会变漂亮 所以其实另外你真的觉得 你非要吃动物性的食物 认为是说要跟鱼的感觉一样的话 事实上台湾还有一些澎湖 也有养殖海利鱼嘛 海利的鱼皮 它里面其实含胶原蛋白成分 也是很多的 海利鱼皮 对 那一样的 因为那是养殖的鱼类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 如果说你真的非要吃 认为有鱼的感觉的话呢 那宁可去吃海利鱼皮 也不要去吃鱼翅 所以说 一样可以胶原蛋白可以获得 你要得到胶原蛋白 其实你花二十几块 去买一瓶鲜奶就可以了 对是没错的 也不用花一千多块 去什么一个胃上的 那个什么鱼翅 要穿多块啦 郑老师 你对这个应该会比较有感觉 其实我们在这个 像我是潜水的 我在潜水里面 最想看到是看到鲨鱼 你潜水最想看到鲨鱼 但在台湾 我已经没有这个机会 你不怕说你会死去 没有 因为其实鲨鱼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误解 这个全球里面呢 人家讲是说 真的被鲨鱼咬伤 咬伤或致死的 没有比这个蜜蜂 或是蚂蚁咬伤死掉的 还少得更少 举个例来讲 澳洲的话 他们说一百年来 所以被鲨鱼咬伤了 才九十九人 平均一点不到一个 可是每个咬伤的时候 变全球新闻 可是全球被因为红蚂蚁 或是蜜蜂叮死了 全都不会上新闻的 因为被小动物咬伤 所以这个误解 加上了大白鲨 那个四级的 那个机械鱼在追人的 那种恐怖的情况 大家就鲨鱼该鱼 就变成 但是 我这里要强调一点 其实鲨鱼是稳定 我们海洋生态系 这个功不可没的地方 鲨鱼在一个海洋系 它会把那个连溜 或者其他的鱼类 食物利用 就是在他时候 我们在海洋界的一个老大好了 他是食物链最高的 可是他会维持 这个整个生态系的平衡 那少了这个 把他移除 把他大鱼都移除的时候呢 现在整个海洋生态系就乱 乱的话呢 就是整个物质 物种有没有 变成有这物种就是 他没有这个天敌了 他就乱了 所以这个是 我们常常在 在看到台湾 其实我们也可以 从以前看到现在 其实台湾海峡本身是沙泥地的 沙地的 是沙鱼最多的 可是我们把台湾海峡的沙鱼 其实已经剩下不到百分之一 然后也把太平衡抓完了 现在已经抓到了 我们看到的这个新闻是印度洋 甚至是到大西洋去